啦啦 迪西 小坡 我們今天要來開非常久違 非常熱門的超商心名開箱 然後我其中一個非常緊張的原因是 我今天還買了 Fraid跟媽媽主義聯名的回來 上面有Fraid的圖案 我有點緊張 對 我來吃吃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但我先說喔 就是個人口味開箱不代表大家 Seven的話我是買蒲燒蠻系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因為其實我本人非常的喜歡吃 鰻魚 尤其是蒲燒蠻魚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醬料 所以我就買回來試試看 這個是奶油迅菇松露燉飯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是265大卡 然後碳水化合物是41.3 它的重量是192克 我跟你講開箱超商的東西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看它的重量 打開是長這樣子 OK喔 那我們先送去微波 它松露的香氣其實沒有到很重耶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喔 下面這個是醬 然後下面就都是飯 給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它吃起來味道其實滿香的 但是口味沒有預期的那麼重 然後松露的味道也沒有到很重 因為通常這種微波食品啊 然後它做燉飯的時候 它的飯其實會很容易軟爛 可是它有做粒粒分明 米芯有點硬的那一種口感 我覺得口感上還不錯 然後整體的味道來說 它沒有不好吃 不過就是 我覺得就是OK的一個品項 雞車燃酥有加速味嘛 加速味一點點 欸媽媽主義你們最喜歡什麼東西啊 我目前吃過啊 都不會踩到太大的雷耶 就是我都覺得還滿OK的 好 最後一口 我個人覺得它的那個 醬汁其實放滿多的 然後整體的味道就是還OK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 加速味比較沒有那麼重 因為我很喜歡松露味很重的那一種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屬於比較不會回購的那一種 對我來說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因為它的評價其實滿好的 好 就是這樣子 這個吃完了 然後接下來這一個呢是 義式紅醬培根義大利麵 它的熱量是243 那含量是497 第一碳水化合物是32克 我們來吃吃看它味道怎麼樣 喔 不錯 給你們看一下喔 我來把它攪開一下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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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喜歡耶 這個可以買 就每一個麵條 它全部都有沾黏在它的那個麵上 所以它麵條每一條吃起來 味道都還滿夠的 然後它的那個紅醬的味道 我覺得那個酸味跟香氣非常的剛好 再來的話 就是它麵條吃起來完全不會軟爛耶 而且它的培根料其實滿多的 可惡 這… 因為其實我還滿喜歡媽媽煮一醋的東西 上面是瑞的 可惡 為什麼上面沒有我呢 這個好好吃喔 吃完了 這個我可以 這個我會回購耶 這個不錯 OK 這個微波好 這個是青醬海鮮燉飯 重量是180克 熱量是293大卡 納含量是477 給你們看一下 青醬海鮮燉飯 它的海鮮燉飯裡面有那個牡蠣 欸可是我很喜歡它青醬的這個香氣耶 比剛剛的那個松露的味道還要是重一點 然後它羅勒的味道非常的重 我一聞的時候就 就是你在喇的過程中它就整個炸開了 我先來吃吃看味道 哇好香 我先講那個燉飯好了 它有讓燉飯的米心變得比較粒粒分泌 比較有口感這件事我覺得很棒 但它就是吃起來的米 其實會比較稍微碎一點點 燉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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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各位剛才我唸的是 燉飯 對 燉飯 好 吃完了 接下來我們的胡麻乾拌麵好了 這個呢它的重量是180克 這個熱量的話是313大糖 那含量是511克 511毫克啦 511克 哇 那真的是鹹鹹不動耶 是打開我的 喔 喔 它裡面是真的有豆腐耶 欸 這個真的是 很像巷口的打米耶 好酷喔 我來吃吃看 豆腐 我先講 我覺得口味吃起來其實沒有 樣子看起來那麼的重口味 然後它有點像是那種 陽春乾麵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有那種淡淡肉燥跟那個胡麻的味道 但其實沒有到很重 麵條的話我覺得有一點點偏軟 它這個豆腐是 我覺得香氣非常的夠 然後包有豆腐本身的味道 可是又有那個醬油醃漬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啊 對我來說我覺得就是 就正常的味道耶 然後 其實它麵條真的有一點軟跟黏 我覺得有點比較可惜 OK 下一個 媽媽主義 椒麻蛋蛋麵 它的熱量是313大卡 那含量是494克 這個椒麻的味道好香耶 這款是好像網路評價 我目前看到是最好的 給你們看一下 這看起來好像不錯耶 你們知道我再給誰看吧 我再給另外一個鏡頭看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很辣 很辣 喜歡吃辣的人可以買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很香 它的辣不是那種很死辣 而且它麵條吃起來滿Q的耶 我還滿喜歡的 它很重口味喔 就是它味道口味非常的重 所以如果你吃比較清淡的人買 它可能不太適合 我喜歡那種有層次的辣 我不喜歡那種 你會很痛的那種辣 那個我真的不行 像那個什麼 韓國的小雞麵嗎 真的是死辣耶 就是它是只有辣沒有香 那個真的會帶耶 我整個臉都紅起來了 接下來這一個呢 是Seven的蒲燒滿159塊 然後它的熱量是634大卡 然後它上面有特別有標示說 內有魚刺 請小心使用 好 我們來吃一下它 就它是這樣子 然後 它的鰻魚其實是有厚度的那一種 然後它蛋的話就是這種 比較像是蛋末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蛋黃的那種痕跡 好 我覺得它有一個非常優秀的點在於 以前超商在賣蒲燒滿便當的時候 或是蒲燒滿飯糰的時候 醬料都給的非常的多 所以以至於你其實鰻魚吃到的很少 就是幾乎等於都沒有吃到鰻魚 可是它這個的醬料 它其實沒有用到很多 醬料的調配的比例非常的剛好 我自己其實還滿喜歡的耶 但是我不喜歡這一塊蛋的部分 因為可能因為我本身 就不太喜歡吃這種類型的蛋 所以我對於這一邊就覺得還好一點點 不過它的魚肉口感是 就是入口就直接化掉那種 偏綿綿的那種口感 它其實也不太有很重的那種口感可言了 這個有打折我一定會買耶 但因為鰻魚本身其實就不便宜了 所以我不確定說這個價格來說會不會太那個 然後這一個呢是蒲燒滿 它的熱量是200大卡 納含量是760 喔這納含量比較高喔 重量是75克 但是固體的重量是55克 所以它剩下的20克應該是它的醬料的比例 給你們看一下 它這個醬汁更多 這個是129塊的 然後這個是159塊便當 給你們看一下 等一下我現在吃一口看看 我個人 覺得 兩個應該是一樣的鰻魚 但是 帶妝的這個口感比較有魚本身 有一點點那個魚肉的口感在裡面 高評說比較有口感就是比較大圍的魚 跟便當的規格不同 喔真的 吃過的時候有很專業的人在真的是不一樣耶 這個是如記食品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蓮華食品 不同商商 一個是如記 一個是蓮華 敏珍說那就是魚商不同 醬是760所以味道一樣 魚不同 但我覺得我會喜歡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真的是喜歡普遭滿了醬 我自己覺得喔 129跟159 看你有沒有勤勞要煮飯 因為其實我覺得 這個的醬比較多一點點 你自己配一大碗的白飯應該是OK 然後這個的話我覺得就是一個方便 不過它的蛋的那一邊 我比較沒有那麼的喜歡這樣子 好 吃完了 哎唷 好燙 哎唷 等一下 這也太燙了吧 接下來是這一個 這個是玉犬胡燒蠻飯腸 這個是49塊 可能因為剛剛都100多塊 相對49塊好像划算很多喔 喔 這個有米酒皮 哎唷 等一下… 我直接把它搓爛了 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喔 它太燙了 它中間那一塊就是蒲燒蠻 它的蒲燒蠻是這樣子耶 就是這幾塊 就是這樣子 三小塊 其實量不少耶 算 我就算OK 我個人這三款吃下來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飯糰的這一個 因為有海苔 海苔跟海鮮的味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覺得它很搭 所以它整個吃起來的味道是我最喜歡的 但是就是它裡面的鰻魚 蒲燒蠻是最少的 所以你知道 這個的話就是一個49塊 然後三個的話就差不多可以買一個便當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飯糰的這種形式的蒲燒蠻 你們喜歡哪一個啊 有吃過的人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嗎 我最喜歡飯糰的 我先講一下喔 因為我今天前面是開箱 全家的媽媽主義跟Fred的聯名 我先講我個人最喜歡 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紅醬 我覺得它紅醬的 煮的濃稠程度非常剛好 而且它有紅醬本身的那個酸味 跟番茄的那個味道 我就覺得配得非常剛好 然後就整個吃起來的麵條口感 我覺得也很棒 就是它的這一個跟椒麻蛋蛋麵 這兩款我都還滿喜歡 但椒麻蛋蛋麵 它是屬於口味比較偏重的 所以如果你們家有白飯 你可以煮一小坨的白飯 或是去全家買微波的白飯 我覺得它可以跟白飯一起吃 因為它口味是夠重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Seven的蒲燒蠻 Seven的蒲燒蠻我最喜歡的是飯糰耶 因為我覺得鰻魚蒲燒蠻的醬 再配上那個海苔 我就覺得很好吃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有海苔 我覺得這樣整個配起來 跟它的飯盒搭在一起 我覺得就是很棒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我們的甜點怕 今天的甜點就是這個 以及這個 這個是貪吃狗最近新出的 那個珍珠奶茶的泡芙 以及芒果的泡芙 這個是我們特別去買來的 就是還有發票 是認真真的是我們自己去買的 因為我之前不是有開箱過一次那個 泡芙系列嗎 就是各大知名的泡芙 然後貪吃狗其實是我朋友推薦我的 但是呢 我那時候其實對它的期待就是正常 但是我沒有想到我吃它的時候 它就是真的非常的好吃 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 我好愛泡芙 我真的是 好 我現在吃一口 真的好好吃喔 我很喜歡它的內餡的口感是 奶 但是很輕盈的那一種 不是那一種很膩口 因為有一些醬裡面就是卡士達放很多 或是怎麼樣 就是它吃起來會非常的黑膩 那個餅皮吃起來是菠蘿的口感 我很喜歡 有沒有看一下 嗯 好吃 來喔 這是它芒果的打開是怎麼樣 我看一下 它的內餡其實算還滿多的 我這樣直接扒開有對嗎 剖麵看起來挺不賴的呢 剖麵 我覺得吃起來的味道啊 還不錯 然後 但我覺得沒有到非常驚豔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 吃太多芒果相關的那一種蛋糕 我還是喜歡那種芒果味道很 就是很多 好好吃喔 我剛剛不會覺得還好啦 這邊好好吃喔 你看這邊的奶油 那個生乳的內餡有多多 可以 是不是可以 這個是珍珠奶茶口味的 給你們看一下珍珠奶茶口味 裡面就是有很多的珍珠 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珍珠 外面的那個糖味道好香耶 珍珠是Q的 我覺得不錯耶 但我比較喜歡原味 我到目前吃下來 我喜歡芒果跟那個原味的 珍珠奶茶口味我覺得也很好吃 可是它會蓋掉那個 我很喜歡它的內餡那種 輕盈的奶感你知道嗎 所以它其實這樣子吃的時候 我覺得它輕盈的奶感 會有一點點被珍珠本身 很重的那個甜味給蓋過 但它很重的甜味是香的甜味 不是死甜 你們有多個意思嗎 摊吃狗真的是 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吃原味 然後芒果口味的我覺得也不錯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吃吃看 因為我覺得 摊吃狗的泡芙是我目前心目中 就是我很愛的一個品項 反正就是 算是我前幾名的泡芙品項 大家有興趣可以吃吃看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 大家記得早上睡得比較有味道 這樣不通過不會知道知道嗎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們先不要走 順便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是我那個 珍珠跟Shining合作的衣服 是不是很可愛呢 給你們看一下全身 沒有到全身啦 那個就是這樣 那個是不可以吃吃我 有的 在那裏 你可以吃看 來看